今天我會示範你們的手寫師 今天我會示範你們的手寫師 大家好,我叫Jason 在國外有一種職業叫手寫師 他們的工作專門在 以手櫃的方式完成一組LOGO 這種手寫是轉成LOGO的特色 是一般電腦字體沒有辦法完成的 像是流線型比較大 或者是說它變化幅度比較大的這種字體 都是手繪式以手寫的方式玩稿 經過電腦修整完成的 那經過一兩年的練習之後 現在我整理出了一套系統 讓大家可以很簡單的完成這項技巧 在接下去的內容中 我會以三種工具 跟大家做介紹和分享 第一種工具就是 鉛筆 像是Sketch的部分 可能它會暗示你 筆畫的走向跟一些 特殊線條要怎麼規劃 那我會以鉛筆來完成 第二種筆就是軟筆刷 毛筆啊 自來水筆 這種都叫軟筆刷 第三種筆的話就是 沾水筆 沾水筆有分質感跟斜感 然後再搭配不同的筆尖特性 不同的墨去書寫 基本上以這三種筆呢 我敢說它可以創造幾乎任何的特殊字體 學完這堂手寫課之後呢 相信你不用再去成品 或者是一些書店嘛 一些一層不變的卡片 像是聖誕節、潛能節 都可以用自己手寫的卡片 給身邊的朋友 當然你可以在手機殼啊 或是衣服上 各式各樣的生活動物 卸上你自己的字 那相信它也是一種生活的趣味 那相信它也是一種生活的趣味 在手機殼的地方 在手機殼的方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